股市一片綠油油 股民看了好心痛 更心痛的 恐怕還有部分的營業員了 有的明明就住在新北市 眼看大家都要放假了 自己還得配合開市上班去 因為既然股市有開餐 我們會有職業道德的必須來上班 要服務所有的客戶 台北新北市不同調 北市營業員說今天的單 真的有點少 但是整體看來成交量 倒是沒有減少 沒有意外的話 但本來應該頂好這些金融機關的主管單位 儘管會位在板橋人員全都放假去了 台北市要上班 新北不用上班 金管會也一國兩制 包括了本會保險局檢查局號銀行局 今天通通都是可以休假的 唯獨就只有在台北市的正祈局 今天必須要上班 正祈局的人應該萬談 自己怎麼在台北市上班 像這樣同一個機關 卻一國兩制的狀況 還不止金管會 像是勞動部的職業安全衛生署 還有勞動力發展署等等 以及內政部的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都位在新北市 業務怎麼辦呢 只好交給值班人員來處理了 至於同樣位在新北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新北分部和金管會部分業務就延後處理 劃個橋就到的台北新北 因為一個颱風變成兩個世界 也讓好多人都開玩笑說 現在搬家還來得及嗎 記者陳時煉武清映 台北報導